Hello各位親愛的觀眾 大家好 感謝收看三五大輸運帶來的DOTA直播比賽解說 那麼繼續給大家帶來的是這個基伏特典賽 唉這邊稍等我回個信 還是後填吧調整一下 好咱們那個來看一下這場比賽 基伏特典賽中國區預選賽的這個 敗者組第一輪比賽其實一共就兩輪 這個BU3的第二場來看一下這場比賽雙方的一個BPA VG這邊上來是拿了狗 還是給妖精拿了狗 然後第二手拿了薩爾 CDC則是一手搶了一個大魚 然後第二手拿了一個樹式 雙方在前兩手的搬人方面的VG選擇搬掉的是熊戰 熊戰和小強 CDC則是搬了光法和人馬 搬了一個末日 這個VG在第三手搬掉一個末日以後第四手搬了一個劍聖 上一場比賽其實CDC是有機會去拿這個馬格納斯加劍聖的一個組合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沒有拿沒有拿 看這邊沒回復 沒回復咱們就他就是說比賽接著 據說啊 據說這個今天這個比賽打完了以後 然後明天好像休息天後天有這個DPR的比賽 DPR到時候我看一下如果鬥雲那邊有版權的話 我去那邊撥 因為這個跟那邊有一個傳媒公司簽約了以後 還一直沒有去那邊撥 一個小時 一個月在那邊我撥64個小時 我現在一個小時沒撥呢 來看看這兩比賽雙方的一個BP情況 後續的BP呢 CDC選擇是搬掉了這個 搬掉了一個荒陽毛的土貓 然後搬掉了一手三號位的沙王 那麼VG現在已經拿出了狗加薩爾的情況下 隱刺賞金現在都還沒有拿出來 屠夫也還沒有被搬 隱刺賞金屠夫都有可能會打出來 好陽毛除了這些單位這些英雄以外呢 還可以考慮拿了有一個拉比克 因為其實跳刀拉比克在出道跳刀以後去帶狗 尤其是如果能偷到一個大魚彩啊 或者類似的技能 跳刀的拉比克帶狗也是一個特別好的技能 特別好的點 因為他等於有雙控 他比較容易出現雙控的這種組合 這場比賽打到 這場比賽由於這個我剛剛換了一個鼠標啊 所以一會兒如果在這個點擊方面不太準的話 大家這個見諒一下 先提前跟大家先說明一下 然後呢我現在就是以後啊是這樣 因為我在幾個平台上面 因為我經常需要更換這個VPN去登錄這些網站 登錄這些視頻站去上傳視頻 所以導致我在這個視頻網站的安全 就他老有一個安全嚴重 然後導致我沒法給大家回覆評論 出現這種情況呢 目前主要是優酷和YouTube這兩個網站 他們都會出現這種情況 這樣的話我們就以後大家就是在這個評論里邊啊 在評論里邊提出來的問題 我都放到這個視頻里邊去給大家回答 就是每天我看到的這個問題 都會放到當天我 就第二天我做的第一期視頻 或第二期視頻當中來給大家回答 然後在目前已經看到的這個視頻的問題呢 包括有一個觀眾提出就是清晰度的問題 最近的這個視頻清晰度 清晰度是因為是這樣 我最近把這個視頻改成了 就是在優酷這邊要符合1080P的標準 動態編碼 所以有的時候在其他的網站 他在轉碼的時候可能會稍慢 可能會稍慢 出現這種比較慢的情況 所以如果清晰度不好的話 大家可以第一個是可以嘗試一下晚一點再來看 第二個呢是可以去嘗試一下更換一個平台 比如你在B站看的可以去這個優酷看 在優酷看的可以去嘗試去B站看一下 這樣都可以去嘗試 VG這場比賽在第三次手是拿出了利丸加瑪格納斯 利丸這個點選 則是用一個帶狗的這麼一個英雄 跟咱們之前預測的差不多就是利丸賞金 還有 拉比克這三個人應該是三選一會拿出來一個帶狗 CDC則是在3號位給這個臭腳拿了一個最近發揮非常不错的蝙蝠 但其實臭腳的這個發條也很不錯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幾場比賽他們搭的這個體系都不是很適合打發條 CDC里邊也是放大招拿了一個骷髏王的1號位 骷髏王的1號位加上一個大魚的點燈的話呢 出出還是非常的高 另外就是骷髏王其實是一個一點都不害怕狗的英雄 狗最強勢的一波就算你打掉我第一條命我還有第二條命 VG在最後一時候選擇搬掉的是一個TA 小書童 小書童說實話小書童其實在國內打的打職業的時間 包括他在這個他的成名時間都不算短 都不算短了這個選手 但是一直就處在一個 我說實話我沒有見過小書童 可能我看比賽看的這個不是很全 小書童拿成績好像拿的是真的不多 小書童果然是掏出了他的這個卡爾 小書童的卡爾也是一個非常非常有名的卡爾 尤其是當年他的這個冰雷卡 他的冰雷卡在中國有一段時間是打得非常非常好 可以說是最好的冰雷卡 之一 之一用不用帶這個都要畫一個問號 只不過就是有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就是小書童感覺他好像出成績出的不是特別的多 也有可能他出成績比較早我不知道也有這種可能性 這場比賽從骷髏王這個英雄 其實骷髏王這個英雄我曾經 跟朋友一起嘗試過就是打三號位的骷髏王 然後打212的分路三號位骷髏王 然後在這個 12號位的位置上選擇走這種物理輸出的大哥 物理近戰 甭管是近戰還是遠程 走物理輸出 持續在這能力強的那種大哥位 然後讓骷髏出一仗 出一仗這麼去打對方 這個效果非常的凶殘 另外就是這個組合還有一個特別噁心的點在哪 就是強拆塔的方面特別能力特別強 就是拿一些拆塔特別快的人 然後出一仗 骷髏王出個一仗就拆你塔就拆你建築 我一波一波推一波一波推 然後一會就把你這個建築拆光了 因為活了以後 A帳的骷髏王帶來了7秒鐘無敵的這個輸出時間 拆塔就是殺人你不一定殺得掉 但拆塔真的是很失敗 反正是挺噁心的 當然了這個只是個人的一個這麼一個美好的想法 具體的這個實際效果怎麼樣 這個可能還是有值得商榷 啊對了還有一個事情 還有一個之前在這個視頻觀眾裡面 跟我提到的 呃就是提到過我的這個 說我這個望其向背啊 望其向背的這個意思是用錯了 但是我查了一下用的沒錯啊 望其向背的這個成語的意思啊 就是說比喻能不能趕得上的這個意思 難以望其向背的話就是趕不上 就是很難去趕上 一般是作為就這種否定句 大多數是出於出出於否定句來來去使用 浩羊毛這樣還刻意進來 鑽了個小樹磷來找了一下這個術士 發現這個身材不太好 然後果然又出來了 嗯還因為浩羊毛也知道 你這兩個人想殺我的話是殺不了的 這場比賽是一個懸躍的大魚 臭條的一個蝙蝠 這個神符看看怎麼說 神符被搶了 浩羊毛這個手速還是非常不錯 而且點的也非常準 呃其實點了搶這個神符 手速快慢我覺得是其次的 第一個是你要點的這個位置好 啊點的位置要好 第二個就是哎這個浩羊毛這種這種 拉兵好像 這種拉兵線其實挺壞的 這種拖兵線就是很需要技術 你需要去不斷的去用自己的這個 呃隱身讓隱身消失 然後不斷去勾兵 另外一個呢就是其實他這麼勾兵 嗯也不一定非得有這麼大的必要 你還有一種勾兵方法 就是你只要把這個兵勾兩次 就是一次這種英雄勾兩次 然後你就會發現這個兵 因為離這個兵線太遠 等到這個兵線回到線上的時候 這不是第一波對方的第一波兵 就是幾方的第一波兵 過去了已經被這個塔給清掉了 所以呢你就可以很順利的 讓這個塔推到自己的這個位置 這裡FY的這個 骷髏王也是很有經驗 直接選擇是勾了一下對方的兵 然後讓雙方的第一波兵呢 是在這個野區遭遇了 中路歐雷的這個大魚呢 歐雷的這個火貓是被對方大魚過來騷擾了一波 這場比賽小書童打的還是一個火卡 從VG的這個陣容角度來講 這場比賽如果打兵雷卡的話 會有很嚴重的輸出不足的這種情況 因為本身幾方陣容就缺輸出 而控制很足 大魚骷髏王蝙蝠樹是全都帶空 所以這場比賽打火卡的這個環境是非常不錯的 另外就是骷髏王這個英雄 由於他的這個錘 他的循雲時間是兩秒 減速時間也是兩秒 而且不論等級 所以他這個錘配合自己的 其他這個英雄的控制技能 還有輸出技能 去搭天火特別好搭 就有一點類似於VS和這個獸王去搭卡爾的這個感覺 所以骷髏王配卡爾可以算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選擇 另外一個我們在這幾天比賽見得過的一個組合 就是骷髏王去配這個影魔 骷髏王配影魔的好處在於 就是兩個大哥可以同時提供高爆發和強控制 以及一個非常不錯的剪甲 物理輸出和這個法系輸出都很足 所以在中前期的一個團戰當中 尤其是當骷髏王做到這個點線A仗出來帶節奏的時候 這個配合影魔擊殺的成功率會非常的高 這也沒有去插真眼 如果這個插上一個真眼 骷髏王等下一個錘的話可以直接接天火秒了 這個是不是的真眼 是不是的真眼好像是插的被對方給反掉了 還是什麼情況 這個地方其實要是看一下大魚 感覺感到中了這個有可能能殺給天火給天火 直接給天火天火呢 就是猜了一下走位炸到 Nice 這波沒有第一時間去接天火 主要還是考慮到大魚的這個一擊踩可能時間太短 沒有硬網上去頂這個天火 其實預判一下當大魚去出踩的這個動作的時候 就直接把天火甩出來這個是來得及的 0.2秒的時間是不夠走出這個天火的範圍的 而且天火這個技能由於是純粹傷害不破火段 是直接打在肉上的 所以這個傷害打到火毛身上還是讓這個火毛比較彈疼 就是現在很多 這個掃描 掃 粉撒碗了 全世界這個位置粉撒碗了 他如果第一時間掃到對方以後直接給一個粉的話 應該是能撒到這個隱刺 撒到這個隱刺就肯定能殺 這個隱刺現在很脆 隱刺這裡逛了一圈來到中路 應該是想幫這個火貓來搞一波卡爾 因為剛才這波火貓被擊殺以後 回到線上他是一個滿狀態 想先來找一波雞 但是一個隱刺殺鳥是殺不到的 這邊咱們直播觀眾表示 望塵莫及是遠遠不及 望其相貝是稍若落後 對呀 我覺得昨天我說的時候我就是這麼理解的 有一個觀眾跟我說說我這個用詞不當 這隻雞 隱刺應該是不會去打這個雞的主意 隱刺確實殺不掉的這個鳥 他殺雞還行 殺鳥真是有點追不上 這裡搶到了一個加速神符 大魚也懶得再去撒這個粉了 加速神符被搶了 就算是撒出來這個粉也殺不掉 蝙蝠跟小狗這裡是進行了一波 對剛好蝙蝠這裡被一個立場框住 那死了 六月的蝙蝠這波是被對方小狗加上薩爾兩個人 直接擊殺 薩爾的這個預判給的立場還是給的位置非常都不錯 這個位置就屬於是你走不出去 走不出去 你只要回頭就要被狗咬 你直接往前走就要被立場框 大魚這個地方是卡了一下被卡了一下位 能不能意識到 意識到了 他這個地方被卡了一下位以後 第一時間是開啟了自己的一個愚人衝刺 弦樂的這個狀態保持來是非常的不錯的 我一直覺得弦樂真的是中國非常不錯的一個四號位 但是 反正他在剛剛來到這個CDC那段時間 感覺打的是相當不好 整治隊伍也沒有什麼懲戒 最近這段時間感覺CDC的一個狀態好像是調整回來一些了 有點錘 天火有沒有 天火給上 這裡給上一個W 一個致命連接 但傷害不太夠 如果這波兵也剛才上來的話 這個致命連接是有可能直接把他連死的 由於這個差一點還差一點 連死了 最後還是被燒死了 舒適的這個W這個技能持續時間比較長 12秒的一個持續時間 最後還是把這個羊給燒死了 這個就是卡爾配這個骷髏王比較簡單的一個搭配 因為骷髏王的這個懸晕還他附帶減速 附帶減速 所以除非你是有blink類的技能 而且必須是在這個骷髏王垂住過了一會兒以後 然後卡爾才給你添魂才有可能走得掉 那麼基本上就一定要死 好 昨天看WTF雪魔加土貓 大一個開變石頭 大一個人開變石頭 然後踢一腳 變石頭以後不是不能打嗎 是說變石頭以後 雪魔大招還有效果嗎 這個我還真沒試過 你別說 這個還真沒試過 這個需要 這個需要在試玩模式裡邊 多調一個英雄出來 這個還真沒試過 回頭可以去試一下 這個套路如果能成功的話 真挺有意思的 你別說 哦 那確實有點意思 這腳踩 懸怨這個大魚要被帶走了 對方是三個人來到這個陣落 人來的比較多 上路小狗也是過來欺負一波蝙蝠 不過蝙蝠是適時的一張TP 直接回到家裡面去補狀態 打的還是比較穩健 這個蝙蝠應該是要出來吃聖壇 但是吃這個聖壇把自己的狀態補滿 節省一點時間 是等石頭剛要結束的時候踢 縮吧 大魚這個地方又要死 立場給上 大魚這條財已經用光了 懸怨的這個大魚 這場比賽是連著被擊殺兩次 這個經濟已經徹底崩了 來看看現在七分半鐘的一個經濟情況 現在卡爾的補刀雖然說是第一 但是跟對方這個小狗的經濟呢 只能說是差不太多 距離自己的點進手呢 還差一千多一點點 這個地方 這個蝙蝠啊 六月這個蝙蝠在上路 也是一直去牽扯對方這個小狗的注意力 但其實他對於小狗的經濟 並沒有能夠造成足夠多的一個影響 而且他自己的一個狀態 也是次次被打空回家 導致現在在自己有大招以後的第一波 也沒有辦法出來去遊走 隱次這場比賽 確實是起到了很關鍵的一個作用 就這一類英雄啊 就隱次這類英雄他所祈禱的作用就是這樣 不斷的去給自己的隊友提供視野 然後去知道你最核心的人在幹什麼 我只要知道你的核心的點在幹什麼 我用我自己一個人看到你一個人的情況下 如果你其他的線再露出兩個人 也就意味著你最少有兩個人 這個時候一定會在某一個地方形成一個人多打人少 那是蝙蝠落地以後 直接被對方一個惡念撇視看回去 立完在這樹林裡面再繼續找一個大魚 看到了玄學的大魚以後 這裡薩爾給上一個立場給 啊這個立場給的 立場給的欠考慮啊 立場給的確實有點欠考慮 大魚這裡開著自己的暈衝刺呢 因此也卡不住位 回答了主播間觀眾的問題 這個今天VG是不是要再打IG VG今天如果這場比賽再贏了 或者是這場比賽CDC贏了 下一場比賽贏了 也就是這一輪比賽VG如果能獲勝的話 他們就還要去打IG 還是要去打IG 小竹童現在手裡面是已經做出了點金手 點金手這個道具由於他點金的這個經驗 是不會被分掉的 所以這個打野方面 呃 被這個隱刺分掉的經驗呢 可以稍微少一點 隱刺還是在繼續在逛街 隱刺跑到野區來追這個Divons的術室 看一看追這個Divons 所以說Divons這裡感覺不對勁加一斜 趕緊往這旁邊溜 可以撒一個粉了 現在已經可以撒了 對撒到這個粉以後 大魚現在雖然沒有跳刀 但是骷髏王圍過來給一個錘 錘住卡爾的天火在哪兒 誒這個卡爾沒有給天火 這個卡爾其實這個時候去多前期 多用天火收一收人頭 對於整個隊伍的節奏來說都是有好處的 因為該吃多少經驗大家還是能夠吃得到 而且卡爾能夠拿到這個人頭的話 對於他的這個節奏提升還是有明顯的一個幫助 另外就是並不影響卡爾的這個發育 隱刺這波終於是帶狗了 小狗也是做出自己的B章 開B章直接鑽這個隱刺以後呢 趕快去找誰 比較好的目標 這裡過來應該是要強殺這個卡爾 有沒有反隱措施 插了一個真眼 捆住地回來 立場加大招放狗 這波不轉 這波不轉 下路如果你這個人再死的話就更虧了 蝙蝠過來炸一下往回拉 誒馬格纳斯這個大招很漂亮 被骷髏王一個錘子錘住 那麼過來以後應該還是能夠錘死 另外一側小狗支援過來以後 感覺是有點買一送一的感覺了 開一個狂暴往這邊跑 但是沒有聖壇 等到自己的隊友過來支援一個錘扔上去 這裡一個立場是一個一級的立場 時間不是很長 後邊這個後續的燃燒和減速呢 被這個小狗用B章給頂掉 這裡撒一個粉 薅羊毛的立完 開一個大原地 一個不令和直接走掉 還行 還行 這裡又是一個 哎又撒了一個粉 撒到這個隱私了 火毛飛過來 但是沒有藍 身上的這個火盾還是在 但是沒有藍 這裡給上一個鐵 吃了一口魔瓣 把自己這個藍量補回來以後呢 被三個人被這一個地火直接給逼退了 不敢往前再追了 那麼這段時間呢 卡爾的經濟呢 也是被對方這個小狗給反超了 小狗追逐支援還是非常到位 另外就是卡爾剛在中路也是被撈死了 卡爾現在的裝備選擇的是比較 就是現在當前這個版本 感覺上好像是最大家就是用的最順手的一套出裝方案 最順手的一套出裝方案就是用這個 點金點金以後直接做一仗 回來了主播間觀眾的問題 大魚應該大魚沒有一張效果 直接捆住了 哎一腳雙踩但是放狗出來直接秒 不過你這種擊殺其實效率蠻低的 你五個人抱團 只去殺掉對方的一個大魚的話 這個真的不賺其實 這一波團戰搞不好 這個VG要被團滅的 蝙蝠拉住馬格纳斯 馬格纳斯現在生了大招 還沒有賺好 蝙蝠往後撤一下 被對方小狗給上了一個撕裂傷口 卡爾一個天火炸到 直接把火毛秒掉 小狗還在追這個蝙蝠 但是追不上在樹林裡面 對方一直在燒樹在往回跑 這麼連接連上以後 骷髏王這裡切壁章 再扔一個槌 直接秒掉對方的一個 哎 羊的這個大波是把骷髏王的第一條命 給打掉了 但也正因為如此 這個狗剛才被撿了一條素 好在這個狗還身上還有一個必章 而且狀態保持力還算湊合 那這一波進攻 等於是你在推塔的過程當中 沒有能夠成功 不說只打掉了骷髏王的一條命 而且自己是交掉了一個火貓和一個隱色 其中火貓還是被卡爾給收掉了 卡爾一個天火收掉這個火貓的話 雙方中單的經濟差就拉到了27 拉到27 所以剛才的這種 這種衝塔殺 有一點 VG其實是有一點上頭的 他們在衝打殺的第一時間 這個馬格納斯並沒有大招 他的大招 當時還有7秒鐘的CD 這種衝打殺 一旦衝不好的話 就容易把自己給打死 卡爾這一發天火 清掉一個遠程兵 就這個天火收遠程兵啊 是卡爾特別好的一個增加收入的方法 如果你是一個卡爾愛好者的話 這個方法非常推薦給你 天火的這個傷害計算方式 我之前有期節目給大家說過 就是一級是100 然後每一級你大概算按60算 每級按60算 遠程兵的血量很長一段時間 都會保持在320點左右 那麼也就是說 你的這個卡爾的火的等級 只要達到350的傷害 也就是說2級3級4級5級 只要有5級的火 5級的火 那麼你堆遠程兵就是一個天火 直接收一個 隱刺 隱刺這個位置 唉這波開過撒粉 薅羽毛這一波其實很賺 你看卡爾這個天火給上來以後 蝙蝠 這個拉有點兒 有點浪費了其實 不過不拉的話 有可能被這個隱刺 往這邊走一走 一個blink到下邊來 雖然說這個概率比較低吧 但還是有這個可能性 卡爾這裡扔一番隕石 把這個冰清掉 小狗片狂冒過來 直接拆一個塔 裝備選擇的是在B帳 B帳以後 直接做一個回音戰刃 蝙蝠其實並沒有大 薩爾這波給上一個 唉 這個事業是有了 樹勢大招砸下來 三個人中大招 DDC這裡被炸回來 應該是要死 燒死以後大魚還在找機會 雖然說沒有跳刀 但是跑得比較快 給上一個點燈 蝙蝠還在往前走 給疊油 撒上一個粉 不過隱刺這邊身上沒有中這個粉 雙方的這一波接觸 接觸以後 卡爾還是在保持自己的一個發育 而且A帳已經拿到手裡了 15分鐘 A帳到手 骷髏王現在是沒有大 骷髏王的這個大招 對方應該是知道特別大的 因為上一波骷髏王交大的時候 在下路一塔交大 他交的是一個一級的大招 包括到現在為止 骷髏王都沒有升到12級 一級大招的CD 足足有240秒 4分鐘的CD 這個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所以你看現在很多的骷髏王 他是選擇在12級以後 才出來參團 因為他1級的這個大招 一旦用過一次 就被對方擊殺一次的話 是非常非常非常傷難 卡爾的一個天火 是看到了對方在打盾 由於現在 VG這個陣容裡面 他只有加攻彈 沒有減甲 打盾的速度並不是很快 所以是沒有選擇硬打 就是一個眼下開悟 眼下開悟 CDC選擇是在自己的這個聖壇 這個位置在蹲 應該是在這個聖壇 這個位置在蹲 對方這兒有一個眼 是看到了這個附近應該是有人 蝙蝠 大魚 大魚現在沒有跳刀 不過蝙蝠是有的 開火 上來以後 直接是找懸躍的大魚 又是懟這個大魚 卡爾的吹風 卡爾吹風完了以後 自己這個位置不太好 骷髏王過來掩護一下 切個隱身 直接放棄殺磁爆 自己還是被對方懟了 好啊 骷髏王身上的大招還有兩秒鐘 一秒鐘 賺好 運氣非常的好 在自己這個大招結束之前是 就剛剛結束 是被對方打死 不過這波還是要死 起身以後直接是站在霧裡邊了 被影子撒了一把霧 歐瑞在繼續往前追 那這一波沒有追死對方 那個蝙蝠 但是自己的隊友在另外一側 是追死了術士 DMOS這個術士 團戰基本上 第一時間不好的話 就再也沒有跑的機會了 我們這波團打完了以後 VG也很賺 一換四 一換四 而且再一次把骷髏王的這個大招 給打掉了 這個一級大招被打掉兩次的話 那也就是說骷髏王有八分鐘的時間 都是沒有大的 這段時間VG在團戰的時候的表現 還是非常的不錯 我現在就是擔心啊 這個VG別再出現 說我前期優勢很大 然後上高地上一個小時的這種情況 蝙蝠 這一波又是被薩爾的一個地 遞回來以後呢 直接進行一波擊殺 VG現在這個感覺有點像誰啊 有點像VP的那個感覺 就是他們在團戰打架 前期的這個接觸的時候 這感覺有點像 有點像巔峰期的那個VP的 那種打法的一個思路 但是他們現在的這個 上高地啊 CDC一波開我我我趕 那麼VG也是比較即時的一個撤退 估算你人復活的差不多了 然後時間也差不多了 我直接想要撤退不給你硬鋼 但其實這個時候硬鋼啊 CDC是鋼不過的 骷髏王在沒有打招的情況下 其實骷髏王這個應該很好殺 他護甲第一這個英雄 11級的骷髏王基礎護甲只有5點 每一級的敏捷只長1.7 力量成長其實也一般 只有29 他是一個總成長 並不算特別高的英雄 總成長其實還算好 不能算特別低 但是他的這個敏捷和智力 呃 佔的比重有點高 他不像人馬 4.0的力量成長 每一級比骷髏王多20點血 對一鍵五分鐘上高一小時 差不多 現在這個VG給人感覺就是這樣 對一鍵其實老能打出優勢來 上高一次比一次難 這波這個地方是沒有眼的 這個眼是剛剛掉 這波開悟 這波頓是被CDC給搶掉了 這樣的話 不要接 這波團不能接 死一個人問題不大 你骷髏王沒有第二個大招 該走就走 死一個人問題不大 這裡卡爾給上一個吹風 骷髏王還不走 還不走 找這個火貓的麻煩 找妖精的這個狗的麻煩 這是準備 但是自己骷髏王又不 哎呀CDC這個怎麼想呢 這波卡爾給上一個添火 不過沒有扎到 小狗是沒有繼續追 選擇撤退了 卡爾切出隱身了 要提前是把這個隱身點出來 往後撤 搶到了這個盾 如果只交掉一個蝙蝠的話 其實並不虧 並不算虧 或者交掉一個大魚 這都不算虧 把這個盾搶了 自己拿了一個盾 讓對方短時間內 沒辦法利用這個盾 去把你的外塔 拆掉更多的外塔 和這個高地 這個是比較關鍵的一件事情 死兩個人也還算勉強 可以接受吧 骷髏王這個點 嗯 他就是一直沒有升到12 一直沒有機會 用自己這個二級大招 這個是比較 這個是比較虧的一件事 其他的還好 骷髏王這個左胳膊 哎呀 太要勁了這姿勢 這波 哎卡爾的這個吹風是提前點出來 不過自己還是要死 交盾 煙蝠這個時候身上是有跳刀 但是跳刀是用來趕路了 炸一下 對方的薩爾 拉住嗎 也給跳踩 給上一發天火 沒有用上這個天火的傷害 直接秒掉 蝙蝠拉 拉過來以後 也是直接找到對方 DDC的一個薩爾 擊殺 這波團戰結束以後 卡爾的這個經濟 跟對方的小狗 是形成了一個 拉鋸戰 這兩個人的這個經濟拉鋸 其實對於小狗 不是好消息 小狗這個英雄平靜期 來的比較早 小狗他的裝備怎麼出都是打一波 就是一波打下來就完了 卡爾正好相反 卡爾的裝備越好 他能夠在 比賽的一個持續作戰當中起到的作用越大 蝙蝠的隱刺是藏在樹林裡邊 本身就是隱身英雄還鑽小樹林 對方也一直沒有人帶寶石 看一下火貓 火貓這個外邊留的魂是在這 在這個位 留的也是比較遠 那雙方這場比賽應該還是要往後拖下去了 因為現在VG在前期 並沒有上一場比賽那麼大的優勢 而且 對方卡爾的經濟是非常的不錯 裝備出的也是一件一件在暗部就班的在更新 蝙蝠跳過來灑粉 沒有第一時間拉住 對方的這個隱刺是即時開出一個大招 而且 反過來說六月的一個蝙蝠反應也很快 他在 對方放出這個 薩爾在放大之前 就已經進行了一個轉頭的動作 所以對方這個薩爾也沒有機會就給他立場給他框住 推過來一個骷髏王 不過這個骷髏王現在是有一個二級大招的 後排直接找過來以後一套技能秒 好 蒂夢斯的樹勢被秒了以後 卡爾一個吹風加天火 把荒陽寶的隱刺帶走 這裡再A死對方的一個馬卡拉斯以後 一個隱石扔下來 小狗這邊呢 沒有狂暴 沒有狂暴 吃了不少這個隱石的傷害 這裡一個推波是被這個狂暴給頂掉了 國王這波交完大招以後呢 再次被妖精直接咬死 這個正面這場衝得太猛了 卡還沒有破呀 卡還沒有破 還沒有破 卡爾確實也是太想用自己的這個技能去創造一些優勢了 不過太不理智了 還是 因為現在卡爾等級你等級還不夠高 等級不夠高 然後你就選擇是加的這個雙火人 雙火人你打野的時候又不招 雙火人這個東西 就這種局啊 就現在雙方這種這種這種局 其實雙火人不是不能用 但是雙火人我覺得還是可以考慮去出一個 就是卡爾如果拿一個特別特別久遠的一件裝備出來的話 這個裝備叫做 叫做死靈書 叫死靈書 如果你拿一個這樣的裝備出來去配雙火人還是很厲害的 但如果你不拿這件裝備的話呢 出這個雙火人的價值相對來說 我個人感覺是偏低 並不是不能出但是偏低 雙火人在那個出死靈書的年代 如果大家玩那段時間有經常玩卡爾的話 應該能夠感覺到就是這個雙 雙火人加上死靈書 尤其是三級數 經常能用這幾個東西就把人追死了 這數是一個大招 把對方直接打斷一下往上走的這個節奏 小狗直接給上一個四類傷口 三巴掌直接撓掉地獄 卡爾這裡發天火呢 也沒有炸到對方的小狗 沒有炸到對方薩爾 炸了一下小狗 好 下落這裡隱磁帶狗,找到一個蝙蝠,蝙蝠裡邊推隊已經用過了,那麽這波還是要死 這種節奏打起來的話還是挺可怕的,你就經常如果出現這種情況,被對方的這個隱磁一直帶狗這麼少人,然後一直沒有很好的一個解決方案的話,帶著帶著帶著你自己就崩了 所以最好還是想一些辦法把這個隱磁帶狗的節奏稍微打斷一下,如果一直不打斷的話很容易就被對方這個狗給帶崩了 這個陣容去打狗的話,比較好的選擇是骷髏王直接去做打暈 骷髏王這個英雄就是你直接去出一個大暈錘,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當然前提是在打狗的這個基礎之上,做一個大暈錘出來以後,在對方這個狗出來剛低波的時候 你能夠直接跳到上去把大暈暈住,然後你的隊友就有機會去進行一個反打 否則你這個陣容沒有特別靠譜的這種能夠第一時間對這個狗形成有效控制的技能就比較尷尬了 蝙蝠的這個拉比較容易被對方其他技能的技能給算解了,除非你出BKB 就只能等,要么就是蝙蝠的BKB先做出來,要不然就是這個骷髏王的大暈做出來 就是這麼兩個道具,另外骷髏王這個英雄的裝備,他對於輸出裝的要求並不是很高 可以考慮就是點金跳刀以後直接去做大暈 這幾件裝備加起來也並不是很貴,點金跟跳刀都是2000塊錢的裝備,加起來4000塊錢 大暈锤這個道具是7000出點頭,也就是說這個骷髏王的經濟只要達到12000左右 他就可以達到跳刀,點金,大暈锤,加上一個假腿的裝備了 所以對於整體的這個裝備要求並不算高 像現在這場比賽27分鐘,這個骷髏王已經算比較窮了,也有一萬多的經濟 而且骷髏王如果說他前期選擇去出這個跳刀點金的話 他補經濟的能力會好很多 而且跳刀點金補完了以後,下一代直接去做一個先鋒盾 你在團戰的時候一個戰裝的能力也會強很多 畢章這個道具對於骷髏王來說,他帶來的輸出提升更明顯一些 對於肉的程度來說,一般,對於肉的程度來說一般 這場比賽往後拖還是要靠卡爾 這場比賽VG不及時上高是正常的 這場比賽在對方骷髏王有大,樹勢有大 編封有大,卡爾狀態非常不錯的時候 其實硬上高基本就屬於是送團滅的一個節奏 所以這場比賽應該說打得比較穩健 話說我直播見觀眾晚上八槍,也感謝各位觀眾支持和訂閱 退訂走一波是什麼鬼啊 也是感谢各位观众的支持 都是医师父母 无以为报 我也是有家屎的人 也没办法以身相许 所以咱们只能是给大家好好比赛 薅羊毛的这个影刺 现在身上已经是做出了一个进化刀 有进化刀以后 这个影刺带狗的威力 是比这个大鱼带狗要更强 因为你对方只要没有BKB这个刀具的话 你是必死的 只要抓到你 你就是必死 八千了啊 感谢各位观众的支持 非常非常感谢各位 看一下大鱼这段时间是摸出了自己的一个跳刀 还有推推 下一段装备准备去做一个 准备去做一个BKB 来看一下这一波上拉 薅羊毛就被打成一个残血 骷髅王站在这个力场加大招里面以后 马格纳斯非常非常漂亮的把卡尔给推回来了 推到了这个雾里边 在里面形成了一波击杀 这样核心团战点被杀了 而且是毫无贡献的被杀 骷髅王也是连丢两命 连丢两命 CDC的蝙蝠也是被对方的跳刀捆上来 运气不错 正好捆到了这个蝙蝠身上 这里大鱼再被给上一个撕裂伤口 术士过来以后呢 自己的大招也没了 被一个TC直接捆住两个人 并没有人买活 并没有人买活 但是这波也是死了很多的人 刚才马格纳斯这波羊的皮鞋羊 这波真的是彬彬有礼 皮鞋羊刚才是在雾放在这个位置 皮鞋羊自己跳到这儿 把这个卡尔从这儿推到了这个雾里面 总之是卡尔这波团战零共现在就死了 咱们这个有观众非得要说 让我穿女仆装 这个我说真的 我穿女仆装又不好看 还是说你们就希望我就 就为了看我不好看 为了支持大叔 注册了7000加个小号不容易 感谢感谢 我看送的那个礼物了 可对我爸非常感谢 但是这个比赛这个再打 我没有机会来及时去看 待会看一下好吧 待会去看一下 这波团战打完了以后呢 VG又是回头去选择拆这个 我其实不是特别理解 就是VG刚才在这波团打完了以后 其实对方这个三个大哥都死 就剩下了一个树蛇和一个大鱼 树蛇还没有大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选择是只拆掉了一个进展兵 没给拆光 其实可以考虑拆光 VG好像在上高地这件事情上面 确实还是打的 就他们这支队伍 如果说所有的比赛都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 他们其实队伍的战术思路体系很固定 就是要杀完你的人再上高 他们好像不喜欢打这种 就是强行上高的这种局 比如说我整个的一个战术思路体系 就是要杀完你的人再上高 你的人不死我就不上高 全是这种体系 如果他每一场比赛都是这样的话 那就是他们整个队伍的一个风格 就是他们自己盯的这个风格 三个人立场加大完美团 加上一个握 这一波骷髅王爷直接被带走 CDC这波打完了以后 直接打出了聚集 直接打出了聚集 那这场比赛不得不说 皮蝎羊的这个马格纳斯 还是玩的相当相当相当的溜 相当相当相当的溜 好了这场比赛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做到这里 那么也是非常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那么这场比赛应该说 VG打的还是非常漂亮 尤其是最后的几波团 还是打出了相当相当高的一个水准 尤其是皮蝎羊这个 另外就是他和自己队友 萨尔和隐次的这个配合 也是相当的到位 好了这场比赛给大家做到这里 那么我们直播继续 那么下一轮比赛将会是 IG对战这个VG的比赛 又是昨天的一个经典对决 希望能够有一场好看的比赛 好了就到这里 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